好 女子双打比赛准备开始 在我左边的是林徽甲一白 在我右边的是 三分这样的话会 拉近比赛的 观赏性 对 来更多的增加一些看点吧 对 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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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队这边两名队员 元奥是98年的 方法球 四川队这边两名队员 周波韦是96年 两位队员也是一起搭档拿到过全国锦标赛 男双的第五名 刚刚我们看到了这个在单打的当中 程玉菲是对刘泽沁 其实双打男女对决的话 会不会有什么样不同 因为毕竟男选手的力量会比较大 他比女选手要大得多 包括说男选手的速度 你在场上如果男选手全力以赴的话 女选手还是会比较吃力 所以如果你这样让前三后三的话 就会比较比赛 那男选手会打的比较有难度 看像这种男选手就发就发他会很快 如果你女选手没有处理好的话 男选手这种得分会非常快 我中文历门 他最重点是被对决定的 最重一点就是 对比赛这种连账来分析 我还不想比赛 你还不想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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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账 我的账 也是临时组队搭档 对 因为 贾一帆一直是跟陈庆诚搭档 李英辉是跟杜月来搭档 可以看到我们女选手的进攻 也很有威胁 这个球可以看出男选手在速度上 如果你处理不好 男选手这个速度会非常快 是 你看这个球应该是圆奥 因为像女选手一般 很少会有这种 这种的速度 对于女选手来说 其实回球的落点 跟这个准确性要求要更高一些 一旦被对方如果抓住机会的话 男选手的这个速度 可能女选手没有办法来得及去应变 主裁办进行了改判 对 我们看到四线应该判的是街外 对啊 主裁办进行了改判了 对我们看到四线应该判的是街外 九九一八 啊 我们看到有朋友在问 我们解说嘉宾是谁 没错就是张楠 今天下午呢 张楠也会一直来陪我们看这个 双打的项目 而我们的冰娇将会来和我们一起来观看单打的项目 可以看到贾跃凡的防守非常的不错 这次可惜了 所以前面防得非常好 我们可以再来看一下回放 请回到 是还是在速度上有明显的这个差距 对 因为男选手跟女选手这点会非常的明显 按照我们的赛制这个时候应该会继续来让三分 对 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现在屏幕上的这个积分排还没有改 但是我根据我们的赛制 这个时候到了11分的时候 男选手这边又会让女队员三分 其实这种比赛对于男选手来说真的很难打 就像刚刚上一场这个陈宇飞和刘泽庆的比赛一样 对于男选手要求确实太高了 必须要让你收放自如吧 可能想放开打 但是有的时候又不是来赢这场球为目的的 好 请大家 这边请回场地 准备开始了 11比11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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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分 十二 十一 六場 二 三 三 借完 三馬球 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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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有 有網友在說 女双講的女 女教練是誰 是 新來到國家隊的韓國教練 江金珍 之前是主要帶韓國的男雙 和 後期的女裝 哇 這幾拍 你發了全力啊 哈哈 可以看到男選手發全力 但是我們女裝有房子也還是不錯 對 是 是 而且大家可以看通過 隔離期以後的體能的訓練 賈一番也比之前要瘦了很多 是 是 其實這次 國家隊來到成都封閉集訓之後 剛剛也一直在跟張楠聊 說 體能是練得最多的 啊 也在一直強調體能 訓練 因為羽毛球這項運動是非常需要體能 作為保證 好 哎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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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 比十三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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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場比賽 雙打的比賽 兩邊打起來就自如多了 啊 都沒有收著打 其實這 其實這樣對於雙打來講 呃 兩個人補位 可以補位 可以互相的 呃 來彌補 可能比單打這種男女的對 對決 差距 相對來說顯得要少了一些 加油 十四 比十三 加油 看法球 十四 比十四 哎 啊 看法球 十五 比十四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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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得不出來 他拉過 打他球 十五 比十五 繼續射手 啊 兩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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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比15 16比15 17比15 17比15 18比16 23比16 17比16 18比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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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全场的这个我们在场的这个球迷啊 也是发出了笑声啊 袁绕这下手挺狠的 因为这个球回的有一点有一些半掌 所以这种球如果男选手杀下来 女选手是应该是很难防起来的 十六比十八 请坐啊 没有打 没有打 漂亮啊 对 这个防守非常好 对 确实这样的话看出来两位女选手的这个防守能力啊 对于男选手的这种杀球 还是可以防一下 而并且回球的质量还挺高的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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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走 了 吃 迪 说 出 只 为 利 狂 mata region 恰 共和党 加油 共和党 加油 共和党 加油 十分 加油 十九比十九 发球出现了失误 二十比十九 二十比十九 好 这样的话二十一比十九 袁奥和周伯韦是先拿下一局 其实张南对于两位四川队的这个双打组合来说 感觉怎么样打呢 因为这个赛制的关系 所以像四川队组合其实他打得也非常的积极 但是我觉得我们的女双选手发呼的也非常的好 因为可以跟这样的男选手可以进入到这种相持的状态 所以他如果是跟女选手的话就会大大的不一样 因为平时我们的训练就会增加很多的 有时候男双的队员会去陪女双的队员去训练 因为这样的话可以增加女双队员对抗的强度 其实在训练平时的训练当中 也会有经常的这种交流和比赛 男选手也经常会跟女选手一起来打 меш吧 早点 :「处理罢行伙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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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震 第二局比賽開始 中風一花球 林輝七花球 0比0 中風 一比賽 唯一 準備 西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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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场前三分如果很快地让男学手追平的话 对于贾一帆跟李英慧来说就不是会很好打了 对 因为这样已经连续很快地丢掉了四分 等于他领先的优势就已经 就没有了而且对于 好我们接着来看比赛 刚刚我们看到直播间的观众在说 有些卡顿 现在应该有所恢复 现在是双方第二局的比赛 双方九 十二比十 十二 对了 老板加油 双方加油 双方正确 十三 十三 好这样打下去的话 其实零和贾一帆的机会不多了 对因为如果加一条规则让男训者控制一下后场进攻它不可起跳的话可能就会稍微会好吃些些 对 因为如果男选手如果起跳进攻的话 女选手确实 就防起来就基本没有什么办法了 因为而且你还是两个男选手在一起 对 关键是袁澳和周伯维 并不手软呀 打的还是打得非常自信 非常主动 11比14 哎 一分分来 一分 一分 十二比14 十二比14 二分 三要打打 算了 十二打 十二打 如果说让你给两位女生所有一点建议 你觉得他们怎么来打一下 怎么来对付一下 调整一下自己的战术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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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可能尽可能的减少自己这种无谓的失误吧 而且 确实 目前来看可能贾亦凡陈金生 那个贾亦凡和李英辉 他最好的还是要通过底线的防守反击来说去 去创造机会 因为如果在发跌发上面 因为跟男人还是比较难再去站到主动 因为贾亦凡其实你看他左手向上他的正手 其实威胁会很大 所以怎么样能发挥好 很重要 所以给袁澳这种机会一定不会放过的 这就是男女选手跟李英辉手速度上的差异 因为你说刚推出去男女选手可能打回来了 18比13 来 打 双方球 14比18 双方球打 双方球打 一个部队 15比18 关键分啊 看两位女选手能不能再把分追一追 16比18 16比18 1分16比18 比赛继续 17比18 这个比分逐渐追上来之后 可能袁澳侯 周博维这边心里会起一些波动 看一下两位怎么来 面对接下来的这几分 2 2 3 1 3 2 2 2 5 2 20比17,两位真的是一点没让,全力以赴,就好像开始周伯韦还打得含蓄一点,后面在袁澳的带动下也是打开了,对,因为袁澳还是主攻后场,对,周伯韦主要是帮他负责去向往,21比17,这样的话,2比0, 袁澳和周伯韦也是拿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好的,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待会儿继续来看下一场男单的比赛,将是由石雨琪来对阵四川队的于晨。